掌声有请中国队长 副高放 对于这些元气 还有比赛 这个利益 包括我所有的获得这些荣誉 我从来没有放在心里 本来我就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拥有这么多 我很珍惜也很感恩 所以说我还可以再感到重新开始 任何的困难与挫折 都不能去难倒你 最难的就是有没有这个决心 有没有勇气 能从体制内转型到商业比赛 我选得出来就是多去小摩连迪 我知道出来就是商业比赛时候会很艰难 但是我愿意走这条路 中国方向 决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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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我打完这场比赛 最后裁判宣布比赛结束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 我只是觉得心里边一个石头可能落地了 我觉得所做的努力所做的准备是对的 还需要更加的去调整自己去总结自己 我不希望能够被所有人认可和喜欢能够去理解 我只是希望能够有一部分 能够喜欢我的全民粉丝 我尽心尽力全力以赴 去把我自己最好的所练的技术水平 能够在比赛当中去展现给大家